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生前一女乱三曹的真福 死后为何落得批发负面 以康塞口 曹操老继福利 智在千里的勃勃野心 由儿子曹丕继承一致 曹丕于公元220年 终于费汉士自立 开创魏国 史称魏文帝 作为一代开国之君 其原配夫人为真福 史称文昭皇后 也是魏民帝的亲生母亲 身份尊贵的她 在建国第二年便仓促离世 且死后落得批发负面 以康塞口的下场 即下葬时 头发披散遮脸 口中被塞满米康 传说这种处罚的用意 是让其在黄泉路上 灵魂的冤屈无处诉说 她是犯了哪种罪行 要领受如此惩罚呢 落神父 原为敢真父 也许你没听过 真福其人 但你一定背过 下面这首诗词 行也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荣耀秋菊 华冒春松 远而忘之 角若太阳 生朝霞 破而查之 灼若扶取 出露波 柔情绰态 梅雨语言 这是曹植著名的落神父 他的原名是 敢真父 创作于真福去世的第二年 纪念真福 真福的儿子曹锐 魏明帝 即位后觉得 敢真父的名字 容易让人产生 不该有的联想 使皇室颜面扫地 便下令改名 落神父 想以此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但适得其反 民间接识真福 且说它是落神转世 真福的名字 一时传为真落 曹植与自己嫂子的事情 当然不止如此 李商隐曾有一首诗 就有涉及 假是亏连韩院少 福飞留枕 魏王才 春心莫供花蒸发 一寸相思一寸灰 其中 福飞留枕魏王才 说的就是 真福与曹植 只不过 玉枕并非自己递给曹植的 是曹丕当着满朝文武大臣 将真福生前使用的一个 香金盘育的枕头 赐给曹植 以此当众暗示 羞辱曹植 有欺君如扫的不当行径 曹植本无政治上的半点野心 所以看到预枕 念及故人 如获至宝 上文提及的落神父 便是回自己封地 夜博周中的昏睡间 谎见真福预封而来 又转眼即逝 清醒后 内心久久一难平 遂连夜提笔 挥疚而成 从上述的文字里 你一定闻出一丝 八卦的气味 也许曹植当年 真与这位嫂子 有什么呢 此事目前现有资料 无法下断言 各种如何 早已飘散在岁月封尘里 史书上详细记载的 倒是曹丕与真福的相遇 结婚生子 及生恨的全部过程 专家由女初长成 真福何者 她的美乃生米远波 三国时期曾流传 江南有二桥 河北真福翘 真福 大桥小桥 是当时三足鼎立的美女 都说三岁看小 真福自小 在家里睡觉时 不止一人目睹 夜半深更 有天神为其加盖御医 贴嘴相事刘良 曾在给真福孩子 看相事 手指真福称 子女将来贵不可言 她的言行 也不似常人 当家里姐妹 挤着看院外 骑马耍杂技的表演时 她并不上前凑热闹 还对自个儿姐姐说 这难道是女孩子 该看的吗 因为喜爱读书 而且记忆力超长 过目极能成送 这让她的哥哥 都倍感压力 你一个女孩子 该学的是女工 难道你想去做官吗 真福的回答并不示弱 都说要女子有贤德 我不堪说 怎能以史为鉴呢 而最重要的是 她有一颗柔软的心 她的二哥去世之后 留下了寡嫂 她的母亲 是这位嫂子言行苛责 真福看不过去 每次都耐心劝慰母亲 希望母亲 能够体会到嫂子的难处 把她当成 亲生女儿看待 说得言辞恳切 让母亲也慢慢得到感化 最后关系也变得亲密 她见到她时 吃力落剑 曹丕与真福的相遇 像极了电视剧的剧情 当曹丕杀入袁尚府 见两夫人相拥而哭 这是真福与年迈跑不动的婆婆 刘夫人 曹丕正要举荐灭口时 她看到了真福 她满脸污垢 身着粗衣 披散着头发 但这不能掩盖 真福的美丽脱俗 曹丕吃了一阵之后 才扔掉剑 用自己的衣袖 轻轻拭去真福脸上的污垢 帮忙竖起散发 真是玉姬花貌 又倾国之色 然后就乖乖 乖乖按着保健 坐在屋内 保护二位 等待父亲的到来 十年曹丕十八岁 真福二十三岁 婚后甜蜜 曹丕不是一介粗衣武夫 他少有一才 其所作的 典论论文 是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 批评著作 这样的才子佳人结合 婚后当然生活甜如蜜 不久变得一儿一女 而且公共曹操也非常器重 自己这位儿媳 他听从其建议 属无魏灭 不必急于称帝 仍要携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曹操被封为魏王 家久息 但到死都未称帝 婚姻中的插曲是 曹丕与曹芷总生争执 真福每回都护着曹芷 要自己的丈夫珍惜兄弟之情 这一点也得到了婆婆的称赞 称她为孝父 穷穷白兔东走西固 不止如此 她还劝自己的丈夫 要多多宠爱其他妃嫔 这样才能儿女众多 子嗣连绵 初期曹丕并不听这些建议 满门心思都放在真福身上 随着朝年征战 曹操去世 曹丕继承王位后 她的野心与欲望 得到极大的刺激膨胀 她开始怀疑一切 看到妻子与曹芷讲几句话 便会心里不大畅快 而向国华欣不识鼓动一二 正让她蒙发了杀地的念头 遂令曹植于大殿做七步师 真福早早得知消息 请来曹丕的母亲辩夫人 曹丕自己在七步后 迎出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的诗作 在两方斡旋下 曹植的命保下来了 但曹丕夫妇二人间的间隙 更深了 此时真福与曹丕 熊熊白兔东走西顾 衣不如新 人不如故 同年十月 曹丕称帝定都洛阳 称帝的那一刻 真福一人在夜城留守 古时通信极为不便 真福将对丈夫的思念 画成文字 堂上行 众口朔黄金 使君生别离 念君去我时 独愁长苦悲 想见君颜色 感觉伤心疲 念君长苦悲 夜夜不能寐 写进二人当时 因间隙而生的别离 以及对丈夫的无穷思念 乃至夜不能寐 而结尾的 从君至独乐 延年寿千秋 前半句是自己安慰自己 要找到独自收获的乐趣 后半句 似是对丈夫千秋不尽的祝福 又或是难以计数的 无穷恨意 死亡之谜 只可惜 那时的曹丕并未读懂这首诗 他忙于修筑洛阳宫殿 忙于山阳宫 献上的郭氏与李氏 彼时曹丕三十五岁 真福四十岁 建国第二年 魏文帝昭告天下 真福暴毙 他没有等到丰厚的讯息 而是等来了一杯毒酒 郭氏进禅 后宫内斗说 有人说 是得宠的郭氏 因度生恨 利用曹丕多疑的性格 让曹丕相信 真福此时对自己怨言不已 匆匆赐予毒酒 还让其批发负面 以康塞口 以及当初 二人出遇见之时 真福也是披头散发 但那个他 因为夺目的容颜 苟且生存了下来 人是极多讽刺 而当下的批发盖面 只为羞辱和泄愤 多年后 真福的儿子魏明帝 对郭后做了同样的事情 算是对当年的 靖禅行径 一个迟来的报复 而且追利生母真福为 文昭真皇后 算是应了像是那句 贵不可言 儿子本该姓袁 血统不正说 有爷使称 曹瑞乃元熙之子 当时曹丕 本不想立曹瑞为太子 奈何其他儿子 君早逝 所以不得已 只能选择曹瑞 而曹瑞本该姓袁 这件事 只有真福确切知道 所以要曹瑞继称地位 真福就不得不永远闭嘴 值得一提的是 曹丕称地后曾两次亲征 但因无邪天子 以临诸侯的招牌 两次均以失败告终 五年之后 病逝于洛阳 一切烟云均化土 唯有洛神父 千百事流传 在动荡的年代 白云苍狗 每呼丑呼 都注定 难得一世安稳 亲爱的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内容 希望您能喜欢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明天见